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响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格雷厄姆 华尔街教父回忆录》 本杰明格雷厄姆是美国杰出投资家 也是股神巴菲特的老师 这本书是格雷厄姆在晚年亲自撰写的回忆录 他在书中回忆了自己从出生到退休 60多年的人生故事 讲述了自己在华尔街40多年跌宕起伏的投资经历 以及在证券投资方面的思考 作为投资家 格雷厄姆业绩出众 从1936年到1956年的21年间 他的年复合收益率是17% 处于华尔街有史以来最佳业绩排名的前列 格雷厄姆还被称为证券分析之父 正是他让证券分析成为投资领域一项正式的职业 同时格雷厄姆还是价值投资理论的奠基人 他亲自在大学开设证券分析课程 教授价值投资理论和实操 他的投资智慧造就了一批卓有建树的顶级投资人 因此他被尊称为华尔街教父 格雷厄姆最著名的学生是古神沃伦巴菲特 巴菲特曾经说过 格雷厄姆对我的影响仅次于我的父亲 通过了解格雷厄姆的投资思想 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巴菲特投资思想的本源 好 下面我将从格雷厄姆的生活故事 事业故事和投资智慧三个方面 来解读格雷厄姆的这本回忆录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格雷厄姆的生活故事 1894年5月9日 本杰明格雷厄姆出生于英国伦敦 他是家中三个男孩子中最小的 格雷厄姆的父亲是个犹太商人 经营从中国进口瓷器的生意 格雷厄姆一岁时 因为家族生意要在美国扩展 所以全家从伦敦迁往了纽约 格雷厄姆父亲的生意经营得不错 一家人生活优越 住妇人区的大房子 家里固有女佣 厨师和法国管家 然而天又不测风云 在格雷厄姆九岁那年 父亲突发一线癌 不幸去世 家里的顶梁住到了 格雷厄姆的母亲多拉 不得不独自养育三个孩子 后来因为生意和投资失败 家里大部分积蓄都亏掉了 连房子和家具都被拍卖了 没有了收入来源 格雷厄姆一家人的生活 从富裕的中产跌入了贫困阶层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格雷厄姆十二岁就开始打各种零工赚钱 比如推销杂志 在农场和戏院打工 组装电话机 中学时他还给一个将军的孩子做过数学家教 对于儿时这段艰难岁月 格雷厄姆回忆道 刚过十二岁 我已知道如何使自己坚强对付命运的捉弄 如何用各种方法赚点钱 如何集中精力完成该做的工作 如何依靠自己去奋斗 童年的穷困生活 让格雷厄姆对赚钱充满了渴望 格雷厄姆在学生时代成绩出色 这来自于他的自律 刻苦 以及对知识的渴求 格雷厄姆的家族信仰正统的犹太教 但他在十几岁时却决定放弃宗教信仰 因为他认为信仰宗教和他追求理性产生了冲突 这件事显示出年少的格雷厄姆 已经开始追求理性思考 而理性思考是投资成功的最重要的特质 中学毕业后 格雷厄姆考入了梦寐以求的哥伦比亚大学 他主修数学 同时又阅读了大量文学 历史和哲学名著 可谓文理兼修 这为格雷厄姆未来的投资分析和学术研究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格雷厄姆认为 一个人最好最持久的教育方式 是自学 他始终坚持大量阅读终生学习 后来巴菲特 查理芒格等杰出的价值投资大师 也都是这么做的 1914年 格雷厄姆以荣誉毕业生 和全年级第二名的成绩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英语系 哲学系 数学系的系主任 同时邀请他担任教职 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 一个毕业生所获得的最高荣耀 而当时格雷厄姆只有20岁 因为格雷厄姆更渴望早日赚钱 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 所以毕业后他并没有选择留校任教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正好华尔街著名金融家纽伯格 来找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请求校长给他儿子找一个好的家教 同时再推荐一位优秀毕业生去他公司工作 校长马上就推荐了格雷厄姆 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 让格雷厄姆进入了华尔街 开启了他在美国证券市场中 50多年的投资生涯 和其他人一样 人生总是无法完美 格雷厄姆成年后的家庭生活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17年 格雷厄姆23岁时 第一次结婚成家 此后他一共有过四段婚姻 养育了六个孩子 不幸的是 1927年 大儿子9岁时死于脑膜炎 另一个儿子成年后 由于精神疾病而自杀 两个儿子的死 给格雷厄姆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 生活中的格雷厄姆 除了投资方面的才华 他还热衷于文学写作 写过不少诗歌和几个剧本 其中一个剧本还被制作成舞台剧 在百老汇上演过 这反映了格雷厄姆性格中 理想浪漫的另一面 晚年以后 格雷厄姆投入更多时间 从事慈善事业 他曾连续担任 美国犹太盲人工会的会长 他周围的家人朋友和同事 对格雷厄姆的一致评价是 正直 善待他人 追求公平 好 以上是格雷厄姆的生活故事 接下来我们讲讲 格雷厄姆的投资事业 概括来说 格雷厄姆的投资事业主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14年至1923年 这九年时间他在一家证券公司打工 第二阶段是从1923年至1935年 这12年里他做基金账户管理工作 期间格雷厄姆经历了美国经济大萧条 和股灾的考验 第三阶段是从1936年至1956年 他成立了格雷厄姆纽曼公司 相当于现在的基金管理公司 这个时期是格雷厄姆一生中 投资业绩最辉煌的岁月 下面先为你介绍格雷厄姆投资事业的第一阶段 1914年 格雷厄姆大学毕业后 加入了纽伯格创立的证券公司 1914年并不算进入证券行业的好时机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 市场投资者很恐慌 纽约证券交易所都一度被迫关闭 格雷厄姆一开始在债券部门做销售工作 但格雷厄姆对此并没有多少兴趣 就转去做了债券统计分析员 他写的债券分析报告 赢得了客户和管理层的赞赏 后来他开始负责公司新成立的投资研究部 其实加入纽伯格的公司之后 格雷厄姆才真正开始学习 证券和投资的相关知识 他开始主动尝试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 做研究分析 当时的美国股市是野蛮生长的年代 投机之风盛行 股市中流行的是内幕交易 市场操纵和虚假报表 并没有人做专业的证券分析 而格雷厄姆的工作历史性地 开创了证券分析师这一职业 工作中格雷厄姆充分展现了 他的数学才能 他最擅长对公司的经营财务数据 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 举个例子 他利用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税收数据 倒推公司的商誉价值 商誉是公司的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 知道商誉的真实价值就可以更准确评估公司的整体资产质量 现在 商誉价值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都会公开披露 但是在那个年代 商誉价值属于上市公司机密 根本不会对外披露 因此 格雷厄姆的研究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 通过计算商誉价值 他做的公司研究分析 就可以比同行更加深入和全面 格雷厄姆的工作成绩十分出色 1920年 年仅26岁的格雷厄姆成为纽伯格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但是格雷厄姆一心想要自己做投资管理 于是1923年 他从纽伯格公司辞职了 开始独立管理投资账户 相当于现在的私募基金 格雷厄姆的投资视野进入第二阶段 格雷厄姆的主要投资策略 是发掘和购买那些股价远低于真实价值的股票 他会主动出击 买入这些公司尽可能多的股权 然后说服公司管理层 改变资本使用策略或者经营策略 让公司的真实价值在市场中体现出来 这是一种主动型的投资策略 放到今天的证券市场上或许不稀奇 但当时很少有人这样做 下面我来讲一个格雷厄姆非常有代表性的投资故事 他对北方石油管道公司的投资 1926年的时候 格雷厄姆偶然看到了北方数油管道公司的年报 发现他持有巨额的铁路债券 甚至债券的价值已超过了公司股票的市值 当时公司每股价格为65美元 但是算上债券价值 每股现金资产就高达95美元 格雷厄姆马上意识到 如果公司把这些现金作为分红发放给股东 并不会影响主业经营 但是股东却可以大赚一笔 这可是难得的投资机会 但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发现这个好机会呢 原来当时市场投资者 普遍对输油管道公司业务前景很悲观 担心行业竞争会加剧 公司未来业绩会下滑 同时也并不相信管理层会同意拿出现金来分红 格雷厄姆开始独自行动了 他在股市中买入北方输油管道公司5%的股份 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而当时第一大股东洛克菲勒基金会 持有23%的股份 格雷厄姆以股东的身份 专程来到北方输油管道公司 见到了管理层 他极力劝说管理层将大部分现金分给所有股东 然而大股东洛克菲勒家族 没有同意格雷厄姆的建议 北方输油管道公司的管理层 态度因此很傲慢 以格雷厄姆不懂输油管生意的理由 拒绝了他的建议 并且对他不客气地说 格雷厄姆先生 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做事的方式 就卖掉我们的股票吧 在北方石油管道公司的年会上 格雷厄姆再次出现 他提交了相同的提议 却再次遭到了管理层的拒绝 格雷厄姆意识到 自己持有的公司股份不高 不足以影响公司管理层的决定 回来以后 格雷厄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准备新的计划 他尽最大可能筹措资金 买了更多的股票 然后亲自去游说 每一位持有一百股以上股票的股东 劝说他们让自己代理行使投票权 第二年 在北方石油管道公司的年会上 格雷厄姆控制的股东代理权 已超过1.5万股 股权占比达到37.5% 持股比例超过了原来的大股东 洛克菲勒家族 格雷厄姆拥有了在公司董事会 推选两名董事的权利 最终故事有了很完美的结局 北方石油管道公司董事会 通过了格雷厄姆的分红提案 每股分红70美元 再加上股票卖出的差价 格雷厄姆每股赚了超过100美元 总盈利至少20万美元 这一次与上市公司的较量 让格雷厄姆在华尔街名声远扬 这个故事也充分展示了 格雷厄姆对公司的研究分析能力 以及推动公司内在价值 转化成实际投资价值的能力 当然投资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格雷厄姆也经历过命运的重大考验 1929年 美国持续9年的大牛市走到了尽头 迎来残酷的熊市 格雷厄姆的投资也遭受了重创 他的公司几乎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那是他投资事业中的至暗时刻 格雷厄姆回忆这段经历时 引用了淡丁的诗句 在人生旅途的终点 我被困在漆黑的森林里 其实 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 格雷厄姆已经意识到了市场过热的问题 但年轻的格雷厄姆在潜意识中相当自信 并不认为自己会被市场风暴打倒 格雷厄姆的自信来自于 他很早就使用了现在对冲基金常用的套利和对冲策略 当时格雷厄姆的对冲策略就是买进优先股 同时以大致相同的价格卖空相关的普通股 当市场不景气的时候 普通股的下跌幅度远远大于优先股 因此对冲组合在下跌中仍有机会赚钱 然而这种策略在极端波动的市场中 平仓难度会大大增加 因为崩盘的时候股票很难卖出去 也就无法实现对冲 大萧条时代的熊市是残酷的 美股道琼斯指数从1929年的最高386点 跌到1932年最低的42点 跌了三年时间跌幅接近90% 即使蓝筹公司的股票也难逃厄运 比如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 从每股262美元跌到21美元 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 从92美元跌到7美元 这是一段异常痛苦的经历 格雷厄姆感叹道 1930年是我33年基金管理历史上 最糟糕的一年 当时股价下跌幅度很大 但格雷厄姆相信自己持有的股票 内在价值远高于他们的市价 所以他继续坚守 这段时间让他陷入困境的最主要原因是 投资加了杠杆 也就是说他是借钱买股票 股票下跌让抵押品缩水 要不停追加保证金 同时失去流动性的市场又让卖股票 变现还钱变得非常困难 使情况雪上加霜 大萧条后的三年里 格雷厄姆的投资亏损高达70% 加上投资者赎回基金 到1933年 格雷厄姆管理的账户资金缩水了80% 开始的250万美元 最后只剩下37.5万美元 由于格雷厄姆个人的资产 大部分也投在自己的基金中 所以同样损失惨重 股灾之前 格雷厄姆收入高 生活优越 渐渐有了炫耀攀比之心 他雇佣了好几个庸人 和一个全日制的男管家 花大价钱装修了自己租住的豪宅 豪宅的租金高达1.1万美元 古灾中豪宅住不起了 庸人和管家也雇不起了 格雷厄姆被迫搬进租金便宜的房子 重新过起了勤俭节约的生活 在痛苦的反思中 他对生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他为自己过去的炫富和奢侈生活感到羞愧 由于没有固定工资 也没有了投资方面的收入 格雷厄姆就在大学讲课 为金融杂志写稿 提供资产评估服务 通过这些方式来赚钱维持生活 最终 格雷厄姆挺过了熊市 1933年 格雷厄姆当年的投资回报率超过了50% 到1935年底时 弥补了之前所有的投资亏损 1929年至1933年的投资经历 成为格雷厄姆整个投资思想和实践的转折点 格雷厄姆在回忆录中反思说 如果当时我听从别人的建议 侥幸从股灾逃脱 我就不会经历那些痛苦与悔恨 但另一个问题是 如果没有这些痛苦经历 我能不能形成今天这样的性格 能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呢 的确 正是股灾中的挫折打击 暴露了格雷厄姆投资中的不足 让他加速修正自己的投资哲学 使之日渐成熟 也正是在那段艰难岁月里 格雷厄姆在痛苦的反思中 开始写作《证券分析》一书 后来这本书成为了证券投资史上 划时代的伟大作品 雨过天晴之后 格雷厄姆开始投资事业的第三阶段 1936年 他成立了格雷厄姆纽曼投资公司 相当于今天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开始了一段新的投资征程 1954年巴菲特还加入格雷厄姆纽曼公司 工作过两年 从1936年至1956年 格雷厄姆退休为止的21年间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 创造了17%的投资年收益率 高于同期标准普尔指数 14%的年均收益率 格雷厄姆的投资收益率 完全可以跻身华尔街最佳投资排名的前列 接下来我来讲讲 格雷厄姆最成功的投资 对盖克保险公司的投资故事 盖克保险的全称是 美国政府雇员保险公司 主要经营汽车保险 创建于1936年 创始人为古德温夫妇 1948年 盖克保险公司的大股东 想将股票变现 几番周折后 找到了格雷厄姆纽曼公司 当时华尔街并不看好保险行业 但格雷厄姆考察后 认定这家保险公司很值得投资 首先盖克保险公司服务的客户 主要是政府员工军人等 这些人收入稳定 且开车的意外事故率低 所以盖克公司掌握的是 车险的优质客户 其次公司采取 邮寄保单的直销方式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销售成本 比有代理商的保险公司 低30% 因此盖克保险公司的利润率 比行业平均高出 约15到20个百分点 低成本和优质的客户群体 让盖克公司 有显著的竞争优势 于是格雷厄姆动用公司 四分之一的资产 买下了盖克公司将近一半的股份 这可是格雷厄姆投资生涯中 最大比例的一笔投资 后来格雷厄姆控股了盖克保险公司 担任了该公司的董事长 并推动盖克保险公司 1948年在纽约交易所上市 到1970年 盖克保险公司股价已上涨了200多倍 格雷厄姆用最初72万美元的投入 赚取了上亿美元的利润 这是格雷厄姆最为成功 赚钱最多的一笔投资 他在盖克保险上赚的钱 比之前20年里投资收益的总和还多 格雷厄姆后来回忆说 对盖克保险公司的投资是非常幸运的 然而这不是一笔典型的格雷厄姆式投资 典型的格雷厄姆式投资 通常买入价格非常便宜 而且是分散投资 投资周期很少超过三年 但是买入盖克保险公司 只有10%的价格折扣 不算非常便宜 而且格雷厄姆投入了公司 四分之一的总资产重仓一只股票 持有了17年 这更像是后来巴菲特的风格 1956年 美国股市仍处于牛市中 在华尔街奋斗了42年的格雷厄姆 却决定从股市引退了 退休后他选择在加州大学执教 他最大的兴趣不再是投资股票 而是研究学问 并把他的思想传播给更多人 好 格雷厄姆的投资事业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 格雷厄姆的投资智慧和历史贡献 格雷厄姆一生最有影响力的两部著作 是证券分析和聪明的投资者 这两本书影响了华尔街证券投资历史进程 也完整展现了格雷厄姆投资哲学和投资智慧 证券分析这本书 从准备到出版历经7年 早在1927年 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亲自开了一门证券投资课程 课程名字就叫证券分析 当时其他大学还没有类似的课程 而且股市正处在大牛市中 所以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课程 一开始就大受欢迎 在课堂上 格雷厄姆直接拿真实股票做案例分析 因此很多学生上完课 就直接照葫芦画条 买课堂上讲到的股票 而且都赚了钱 格雷厄姆因此名声大噪 每次听课的人都挤爆了教士 甚至华尔街的专业人士也慕名而来 格雷厄姆讲课时的助教 戴维多德教授 后来成为证券分析一书的合著者 证券分析堪称是价值投资的圣经 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著作 他对价值投资的概念 方法 标准和原则 做了系统论述 格雷厄姆像做生物解剖一样 对普通股 优先股 公司债 可转债等证券的投资 做了详细剖析 并且用实际案例演示了如何对上市公司做财务分析 证券分析一书传递了价值投资的核心理念 股票代表了公司的所有权 而不是赌博的筹码 因此要投资不要投机 要在公司股价大幅低于公司内在价值时买入 通俗的讲 就是要用五毛钱的价格去买价值一元的股票 格雷厄姆提醒投资者 不要只盯着股市大盘涨跌 而要专注发掘企业的内在价值 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出版时 美国股市非常低迷 三分之一的美国企业股票都在以很低的清算价格出售 而投资者却非常悲观 不敢买股票 所以 证券分析一书生逢其时 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格雷厄姆的另一本著作 《聪明的投资者》在1949年首次出版 在这本书中 格雷厄姆用更简洁通俗的语言 阐述了投资最重要的问题 巴菲特19岁时读到了这本书 巴菲特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就认为这是所有投资方面的书中最棒的书 现在我依然这样认为 这本书不但改变了我的投资理念 而且改变了我的人生 《聪明的投资者》一书中有两个著名的观点 一个是市场先生 另一个是投资的安全边际 市场先生是一个比喻 你可以把股市行情想象成由一个市场先生安排的 你买卖股票就是在和他做交易 市场先生每天会给你报出一个价格 但市场先生情绪无常 他乐观的时候报价就很高 他悲观的时候报价就很低 但不论如何 他每天都会报出新的价格 所以市场先生的情绪波动越厉害 对你就越有利 你可以在他悲观时低价从他手里买股票 也可以在他乐观时高价把股票卖给他 这就是格雷厄姆的市场先生的含义 格雷厄姆提示投资者要牢牢记住 市场先生只是为你服务的 而不能指导你投资 对个人投资者而言 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不受市场影响很重要 个人投资者必须理智地避开市场的羊群效应 也就是不要追踪市场情绪 格雷厄姆在聪明的投资者中还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让我把自己所有的投资思想浓缩成一句话 是什么呢 对此他的答案是安全边际 安全边际是价值投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他的意思是投资者买股票时 价格要明显低于他估计的股票的内在价值 通俗讲用九毛钱买价值一元的股票并不安全 用五毛钱买到才足够安全 在投资时 为了避免过于乐观或判断失误带来的风险 就需要有足够的安全边际 我们喜马讲书解读过《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 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格雷厄姆的投资思想 可以收听一下 格雷厄姆被尊称为华尔街价值投资的教父 他的门下有一批卓有建树的前程门徒 包括古神巴菲特 红杉基金的比尔鲁安 沃尔·施特洛斯父子等 1984年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 做了一场著名演讲 题目叫做《格雷厄姆及多德系的超级投资人》 在这个演讲中 巴菲特列举了九名超级投资大师 他们都是格雷厄姆投资哲学的成功实践者 可以说 尽管证券市场总是风云变幻 推陈出新 但格雷厄姆创立的价值投资思想 始终是那盏不灭的指路明灯 到这里 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解读完了 1976年9月21日 投资大师格雷厄姆去世 生前 他选择了小说尤利西斯的最后一句 作为自己的木志明 奋斗 探索 追寻 永不退缩 这也正是格雷厄姆一生的写照 好 格雷厄姆华尔街教父回忆录 就为你解读到这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